高家朗他本来是开餐厅 对 我之前开过餐馆 对 但他为了做音乐 因为他一直想要写歌 我知道他要三岁之前 写一首自己的代表作 所以他把餐厅就结束掉 后来就变得很穷 原本当餐厅老板是蛮赚钱的 对 我很佩服他 为了梦想 但是要追求自己的理想 也不见得要放弃餐厅 原来已经挣钱的这个行业 你可以就是开放加盟 然后联合上市 实现财富自由之后 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商务人士来了 商务人士 那老师 那你啥时候干的时候 你带我入个股 贾阳不要听这种商务人士的讲的 没关系 继续穷下去 终究会写出代表作的 好 但是只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 加油